電鍋男吳秉承師傅的 帥氣球像 升職人心 今天要特別帶來的 五分鐘煮好菜 是 我們來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不慌不忙 好不好 好 菜名叫做 來 檸檬焗花枝 檸檬焗花枝 計時開始 來 檸檬嗎 水鍋的部分呢 好 鹽巴 鹽巴 要幹嘛 你最喜歡吃花椰菜 先做個畫刀 拿一層 來 這是第一刀 五分 第二刀 先畫兩刀 再蝴蝶刀 我以為你是要這樣密密麻麻 畫很多小字 我們也以為這樣 這樣刪開來 對 今天把刀工呈現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相當不一樣 沒看過這樣的畫質 真的沒看過 非常稀有 通常都是切條狀 還有四分鐘 四分鐘 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對不對 對啊 蛋黃 只要 只要蛋黃 對 蛋黃的部分先抓 可能要不換不忙嗎 真的 不換不忙是誠哥說 你如果真的需要趕時間 你還是可以快一點 對 怕你來得及了 怕你來得及 來 麵粉 麵粉 什麼精度的 低筋的 為什麼是用麵粉 不是用太白粉 我問你 麵粉的顏色比較類似 像炸起來比較會有黃色的感覺 有黃色的感覺 油溫呢 來 160 油溫160 這樣一定好吃 好清黃 油溫中中油溫 對 好 這邊的速度就要快一點了 它優雅一點 對 該快一點 開始有點慌 有點忙了 來 洋蔥的部分呢 你們這樣放哪裡 等一下是我們的配料部分 配料 這個花枝配洋蔥 其實它口味像 比較像泰式的感覺 酸酸甜甜這樣子 對 還有兩分鐘 好東西 好 看來有點慌 蒜頭 胡師傅加油 現在進行到非常光 跟非常濃的時候了 其實等一下醬汁起來 速度很快 好 花枝可以炸這麼久 包清楚了 來 現在等油鍋的溫度在高一邊 油鍋溫度在高一點 要逼油嗎 還要炸 要炸什麼 要擺盤喔 對… 檸檬還沒用 檸檬部分 等一下起鍋之後 再把它盛進去 好 香菜呢 香菜 真的很快 附在中間 這個是蠔油 還有一分鐘 衝刺了